高雄宇对夫妻吵架 太太气丈夫竟然就把竹筷子 折成了四节直接吞下肚 只见这四小节竹筷 幸好是没有留在人体迷航 它是停在胃的上半部 后续由医师取出化解了一场虚惊 不过医生说 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一个不小心 竹筷子扎伤了胃壁 流进肠道 更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肠穿孔的危机 吃饭用的竹筷 用力一折 间断处一不小心可能弃伤 接下来这画面 真人真是真案例 免洗竹筷断成四小节 出现的地点在胃里面 洗根就是它吞进去的竹筷子 胃经依照竹筷现行很吓人 胃的主人是名已婚太太 跟先生吵架气丈夫 竟活吞竹筷 这边它折断的地方 其实这旁边就不是说很平整 就有可能会磨到受伤 或往下面的肠子走的话 也是说有可能有机会 造成说里面穿孔的问题 有经验的医生 也是头一回遇到竹筷吞肚 起因夫妻吵架 太太就将手边的竹筷 折断后吞下去 断掉的筷子 从咽喉进食道 卡在胃的上半部 好在没扎伤食道未必 也没往肠子去 否则可能有肠穿孔危机 最常假的大概就是鱼翅 或者是鸡骨头 最特殊打火鸡 医生花12分钟 重新从嘴巴假取出来 筷子进人体 错误示范 吵架再冲动 都不要学 记者庄祈渊 高雄报导